民进党是前副后继的抗议政府 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但是根据了中天新闻掌握的独家消息 其实陈水扁在520卸任前一个礼拜 还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卫生署长侯胜茂 要求开放美国全牛进口 不但被侯胜茂断然拒绝 而且陈水扁还被侯胜茂当场挂电话 台北重启弹汉 台北重启弹汉 人民才有健康 人民才有健康 抗议美国牛民进党一波接着一波 不过卫生署长杨志良私下向国安单位大爆料 其实陈水扁当年还曾打算要开放 包括牛内脏和绞肉的美国全牛进口 陈水扁亲自打电话 给那个时候的卫生署长侯胜茂 那么要侯署长签署 美国的全牛开放的政策 包括内脏和绞肉 所谓的全牛开放 就是包含内脏 绞肉 鸡衰 带骨牛肉 所有的一部分就全牛开放 据我所了解 当时侯署长在电话中跟陈水扁就起非常剧烈的增值 最后侯署长还摔了陈水扁的电话 根据中天新闻掌握到的独家消息 接着陈水扁520现任前的一个礼拜 陈水扁特别亲自打电话给前卫生署长侯胜茂 希望能够开放美国全牛进口台湾 不过被侯胜茂断然拒绝 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最后侯胜茂气的挂了陈水扁的电话 侯胜茂没直接否认 只一再强调没有印象 不过想必这件事情当初让侯胜茂一定很生气 此外让杨志良也知道这段对话 如今陈水扁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提 积极反对美国人的民进党 不知道又会做何感想 中文书人蔡木喜黄安晴台北报道